政府将由立法至政府内部及公众及各学校教育层面全面落实政策 而加强保障国家安全 超席华基本法23条立法将在新一届立法会提出及完成审议 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 施政报告提出将会积极推展基本法23条立法 政府消息人士说会以2003年提出的七项罪类作为基本方向 也会检视社团条例等现行法例 已堵塞现时未有涵盖的情况 又需要会与内地相关部门讨论及资讯公众 期望新一届立法会会期内提出及完成审议工作 也会检视现有法例以打击假新闻 保障网络安全等等 并由政务司司长统筹 消息说将会立法要求提供基础建设 包括水、电、煤、交通、电信等的机构 制定网络保安系统并由专人负责 及在发生事故时通知政府跟进 公众教育方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已经向广播处长提出 要求港台积极推广宪法及基本法 增加市民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情况的认识 及培养公民及国民身份认同 律政司也计划明年4月举办有关基本法的会议 并出版刊物介绍起草资料及重要案例 另外为了处理法庭证压的案件 政府将在明年上半年动工在湾仔政府大楼内 增设一个大型法庭及相关设施 应付涉及大量被告人的案件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